不用上日本料理店 也吃得到這款極品魚 這可不是什麼你的歌某的歌的半唱帶 今天是要來餐廳吃海鮮 看看這一艘船果真是會寫載彎彎啊 有仙顆蛤蜊與魚蝦 其中這個你看出它是什麼魚嗎? 哈哈它就是俗稱燈籠魚的安康魚啦 在日本關東被稱為人間極品 現在不用到高級日本料理廳 來高雄一般海鮮店就吃得到喔 而且價格更大眾化 現殺的安康魚搭上高湯蔬菜等等 就是份澎湃的火鍋啦 另外這家燒烤店也有賣安康魚喔 我們來詢問總是很飄沛 摟半身在餐廳裡的老闆 請問這安康魚的產地在哪裡啊 我來的話現在很通常 然後才能安便和它料 然後不然就是要到西龍 這裡的安康魚也是搭配多種海鮮做成火鍋 不過這兩家店的作法好像都跟日式傳統安康魚鍋大不同耶 因為像外面一般安康魚規劃 但是可能料理店的話 所以主要它是會 覆整 然後從一看 像是做它的湯蔬 那因為我們是做日式 那再加上 我本身裡面的海鮮料比較多 但是直接用中部 拉拉 菜頭的部分 直接去熬湯蔬 雖然作法有點害 但是將安康魚晃入高湯中算足 還是保有Q內與鮮美呢 提醒您想吃這人間極品 記得要先電話預約喔